明明是大家一起比赛 为台湾加油 却不小心把小baby给吓哭了 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 过境纽约 最后一站 中央公园见走 不少留学生家长带着小baby 跟在总统身旁要签名 蔡总统展现超级亲和力 签名几乎来者不去 不过最吸引蔡总统目光的 却是这位小女孩 身上的宝岛台湾T恤 能不能签名 总统还要问过小女孩 甚至亲自蹲下来 等小女孩点点头 只说要签在右肩窝这 消息传回台湾 引发热烈讨论 光是记者贴脸书 就有超过5000多笔分享 4万多人按赞 更有人拿来跟韩国瑜比较 明明是跟少棒选手合照比赞 韩国瑜两只手 硬要放在小选手头上 加上日前 韩国瑜参加高雄市各校的毕业典礼 面对嗆瞎学生 直接摸头含糊应对 被说超不尊重学生 对比蔡总统暖心举动 谁懂得尊重体贴画面 呈现一切 三连新闻网站好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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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